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第12期 2022年的第12期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有4200位独有在线 4200位独有 记得点赞我们的直播 分享出去 不只是分享这个直播 可以分享我们的精华剪辑 分享去给更多的朋友 呼吁他们来支持 来subscribe 当然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跟点赞Facebook专页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场直播 跟不会错过我任何一个文章 多谢大家的支持 你这个动动手指的小举动 不需要花钱 但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就是罗秀凤三子改教的问题 跟详解分析 就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因为我也蛮关注这个课题的 所以这个课题的前因后果 我会在这篇文章 在这个讲题里面讲给大家 因为很多人问我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课题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了解的课题 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罗女士 罗秀凤女士的背景 因为有人跟我说她是妈妈 其实不正确 她是华人 罗女士她是槟城出身的华人 五岁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然后她是由 她就搬去SP 她才五岁 她就搬去SP 双西大年之那边 由她母亲那边的亲戚抚养 然后她自己是信奉信都教的 也会说流利的淡米尔语 当然她也会中文 然后她的前夫是印度同胞 她是在据她自己所说 她是去读一个课程的时候 认识她的丈夫 然后她丈夫是在 Gulim Gulim一个high tech park 就是Gulim的高科技园里面 做工程师的 所以她在家人的反对之下 就跟这个印度同胞结婚 跟这个印度同胞结婚 然后开头没有什么 但是她说她结婚了之后 她的老公一直都没有抚养家里 都没有给钱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 她自己出外打工 而她的老公嫉妒心跟疑虑心很强 一直怀疑她外面有情人 一直怀疑她外面有男人 所以对她一直都不好 但是事情在2017年更恶化 因为她丈夫开始吸病毒 而吸了病毒之后就会假暴她 就会更为相信自己的怀疑 相信她外面有男人 然后就开始假暴她 甚至打断她的手 把她打进医院 然后就更排挤她 甚至会性侵犯她 这样子的行为 就是在她不同意之下 就跟她发生性关系 然后她为了抚养孩子 她就要出去打工 然后包括经营经济犯的犯当 然后你出外打工 你老公又对你的疑虑 他怀疑你就会更为加深 所以最后 她在2018年 她就寻求帮忙 我在这里也强调 我之前也讲过 如果你真的是面对 家暴的问题 不要忍气吞声 不要纵容你的先生 或你的老婆来家暴你 因为你这样只是 怂恿他们继续来家暴你 然后你不用担心 你自己的力量很小 你一个落女子 还是你一个落男子 你找不到人帮忙 马来西亚有许多 可以帮助家暴的门路 包括WCC这些非政府组织 大家去搜索一下WCC就知道 包括在政府医院 它是有一个紧急房间 是给任何面对家暴 或面对性侵犯的人 就是你给人强奸 或是给人非力 或是面对家暴 你去到医院 你可以直接去那个房间 你去医院说 我有家暴 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房间 寻求援助 所以政府都有这些援助的方式 在那边 不要因为自己的力量小 就去慫恿 去纵容 因为你不过是 在纵容其他人 给其他人伤害你的权利罢了 所以在这里强调一下 所以2018年的时候 他就去找NGO帮忙 然后他丈夫就被逮捕 然后他丈夫被逮捕 然后也被扣留 也被扣留 然后他在那段时间 他就离开家里 他的孩子 三个孩子 两个双胞胎 跟一个男子 两个双胞胎 女的跟一个男孩的儿子 就他老公的家人照顾 他就自己出外打工 出外赚钱 然后他们丈夫的家 也不给他住 所以他一度要 跑到去的老人院住 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就被赶走 因为他不是老人 政府福利局的老人院 也不给他住 所以他在没有办法之下 还是回到他老公的家 他老公从这个 家暴的案件出来之后 就继续来 家暴他什么 然后在2019年 他终于决定要离婚了 下了决心要离婚 然后他离婚之后 拿到临时抚养权 拿到临时抚养权 就是孩子的临时抚养权 但是丈夫不教孩子 他也没有办法 然后直到有一次 孩子在他的丈夫的 照顾之下发生车祸 他去医院 要看他的三个孩子 他的家人不给 所以他就去寻求 警方的帮忙 我有法庭判的 这个临时抚养权 所以我也是他们的妈妈 为什么他们有车祸 我不能去看 结果在警察的帮助之下 他就在医院 有看到他的孩子 可是他的孩子 当时是骂他妈妈的 说不要跟他妈妈走 也不要见他妈妈 因为他们说 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 你都没有照顾过我们 所以本身在2019年的时候 他的孩子就已经开始 排斥这个妈妈了 当然可能 极可能 不是可能 极可能是前夫这边的家人 去洗脑孩子 去跟他说 妈妈抛弃你们 妈妈外面有男人 跟男人跑了 不要你们 孩子肯定会有这种 不满的心态 所以本身就有一个死结在那里 孩子照顾的不好 然后老公又没有 好好的照顾孩子 结果孩子又不要跟他 所以本身就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死结在这边 然后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 他老公因为毒品罪 就被抓 然后被判入狱两年 就被判入狱两年 所以孩子在他老公 被判入狱了之后 还是他老公那边的家人 在照顾的 然后2021年 他的离婚案件就完结了 法官是将孩子 判给罗秀凤的 所以法官判给罗秀凤 他老公又入狱了 又在监狱里面服刑 他就想要去找孩子 可是他找不到孩子 他找不到孩子 然后他去找 用了很多的门路 都找不到孩子 后来 在去年尾 今年初的时候 才发现孩子已经 原来已经改名了 原来已经转性为 伊斯兰教了 后来他在 玻璃市的一个 回教的NGO里面 找到两个 14岁的女儿 这女儿是双胞胎 在玻璃市的NGO 找到这两个女儿 然后他的儿子 是在哪里找到的 是在 在大西哥路过 槟城 槟城打犀牛女儿 的一间宗教学校 找到他10岁的儿子 所以你想一下 他孩子也蛮可怜的 父母不合 然后老爸有家暴 然后老爸又吸毒被抓 没有人很好的照顾他们 然后他们的生活水平 一直都不好 因为老爸赚钱 没有拿回来 这个是妈妈的说辞 当然我跟大家 百分百的保证 如果老爸现在 可以出来的话 老爸肯定会讲出 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所以大家先不要 将快跳进孔图圈 我们也没有资格 去评论他人家的假释 我是把 罗秀峰自己讲的 这些东西 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的背景 所以我也没有 针对他所说的话 来下一个judgment 到底我认为 他讲的对还是错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从孩子的角度来讲 孩子也是蛮可怜的 所以他找到孩子之后 发现孩子 已经转姓伊斯兰教了 在宗教学校 然后在宗教局 伊斯兰教的NGO那边 然后有人照顾他 他们已经有一个 临时看护人了 就是一个本加哥了 所以母亲当然就要求 你孩子要交给我 不需要临时监护人 我就是监护人 法庭也判给我了 但是宗教局不愿意 这些NGO 他们的监护人 也不愿意 他们的理由 当然是他已经 信奉宗教了 而且他也信奉伊斯兰教了 而且他也不要跟你回去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14岁跟10岁的孩子 他的意愿应该被尊重 他也会表达自己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 转回给他 但是这个行为 法律上是错误的 孩子是我的 我也是法定的监护人 你有什么理由 拿我的孩子不给我 所以宗教局 肯定也知道自己的理亏 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 解决方案就是 在双方商讨之下 罗秀凤跟这个宗教局 商讨了之后 他们决定 转交给一个 中立的第三方 看起来是中立的 中立的第三方 就是玻璃市的福利局 加巴探 克巴吉干 福利局去照顾 大家要清楚明白 孩子转交给福利局照顾 母亲是同意的 并不是这个伊斯兰局 他们单方面把孩子 交给福利局的 不是 是母亲同意的 那为什么母亲当时会同意 孩子我先不要拿回来 孩子我交给福利局 暂时先照顾先 因为原因很简单 几个原因 第一 孩子坚决 不要跟母亲走 孩子不要跟母亲走 然后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 孩子 罗秀凤自己有说 有个媒体说 孩子跟他说 我现在已经信奉伊斯兰了 我不要跟你走 所以当孩子这样子说 肯定很多人说 孩子已经被洗脑了 孩子有没有被洗脑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在2019年的时候 当孩子出现车祸 发生意外的时候 母亲要带他们走 孩子当时还没有转信伊斯兰教 他们也是拒绝跟母亲走的 他说 你不是我妈妈 你没有照顾我们 你没有资格带我们走 这是2019年的事情 所以 现在他孩子 还是不要跟母亲走 不一定 大家不要直接 因为有回教的介入 你就把他说 回教洗脑 当然很可能是洗脑 但也非常可能不是 孩子他不想跟你走 他现在有伊斯兰教这个靠山 他自然就会拿伊斯兰教这个靠山出来 所以大家思考问题 不要只看表面 那个抽烟跟小明的例子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这里就不说 大家要思考他背后的因素 所以还第一个母亲没有强硬要把孩子拿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孩子不要跟他走 孩子不要跟他走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母亲有没有权利 要拿回孩子 强迫这些半官方的 像这些NGO是半官方 因为他牵涉毁教 或者是官方的宗教局福利局 拿回孩子 法庭还没有针对这个案件下判 明天2月21号 罗秀凤已经在法庭申请了 也很多人权律师在帮罗秀凤 因为这个案子蛮重要的 所以很多律师愿意不收钱去帮他去打这个案子 要确立 你不能够这样子单方面宗教 你不能这样子单方面改教 也不能这样子抢别人的孩子 所以其实罗秀凤已经申请 帮他的孩子申请了人生保护令 Hapis Corpus 我们叫人生保护令 人生保护令是当一个人给有关当局 不管是警察也好 不管是监狱也好 或者是宗教局也好 任何有权利的机构 把一个人关起来 不交给另一个人 或者是不给他人生自由 你可以向法庭申请 挑战他这个决定 申请人生保护令 人生保护令大家去找一下 在ISA的案子 以前还有ISA的时候 ISA就是内安法令 内安法令每次被滥用 尤其是巫统一党独大的时候 滥用来抓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被抓 其实他们第一个选项 就是先去申请人生保护令 只要法庭判人生保护令 那你就不能抓他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母亲已经申请了人生保护令 明天会下判 所以母亲也想等到人生保护令下判了之后 才把孩子拿回来 这样争议会小一点 所以他同意把孩子交给第三方 也就是玻璃市的福利局 所以玻璃市的福利局 我刚才用看起来这个字 他们看起来是中立的 因为他跟回教局是没有关系的 他跟罗秀凤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问题来了 当孩子交给福利局监管的时候 当罗秀凤要去看孩子的时候 福利局不给他看 福利局说你要申请 你要根据程序来申请 然后我们的顶头上司要签名 你才可以看 不然不能 所以市面上就有很多批判的声音 说福利局你看 你所托非人 福利局是塞另一方的 福利局是塞另一方的 他阻挠你不给你看 但是福利局有出来解释 他说我们不是塞任何一方 是孩子交来福利局 福利局是一个受管制的场所 你进来福利局之后 都是不能随便给人看的 所以你要来看 你一定要申请 这个是SOB 这个是standard procedure 所以不是我们偏袒谁 他这样子讲的意思是 就是宗教局也不能随便看 他那个临时的监护人 也不能随便看 所以听起来是没有错的 除非有证据显示 或者是被我们抓到 被我们发现 宗教局 或者是这个本家哥 可以在不经申请之下 就去看 不然其实这个是 对的procedure来的 是对的procedure来的 因为如果你交给福利局 还随便可以人家 直接就去看 那你交给福利局 是没有意义的 交给福利局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 很多孤儿 很多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都会交给福利局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让这些孩子被人拿去卖 或被人拿去剥削 拿去做童工 拿去什么 福利局是保护他们 让他们继续上学 让他们有童年 有这些 所以如果外人可以随时来接触他们 随时可以带走他们 那你交给福利局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明白在后面 所以罗秀凤的情况 整个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 我一次过把这个事情的背后错终复杂的情况 讲解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看了明白 有听了明白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课题激起很热烈的讨论 但是大家对里面的事情都不知头不知尾 甚至罗秀凤是不是回教徒 什么是不是印度人 是不是他是不是妈妈 这些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从头到尾分享给大家 那有一个法律问题就是 现在霹雳州的宗教师 一个网红宗教师 霹雳州的大宗教师 Ustad Asli 蛮出名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的名字 他以前也一度被称为是开明派的宗教师 但是宗教师很少是开明派的 很少 他就有说 其实是罗秀凤自己的问题 因为罗秀凤这么多年都没有去找孩子 但是罗秀凤说是他找不到孩子 而且我们2016年 吉兰丹有制定一个改教的法令 说只要单方面同意 父母一个人同意就可以改教了 所以他现在改教了 是对的 你也不可以随便叫他改回去 要尊重这两个孩子的意愿 所以问题来了 Asli讲的对不对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特别的讲解一下 是大错特错的 确实你2016年有修改法律 有宗教法通过 马华当时是同意的 很多行动党人拿这个来讲 马华当时也不是同意 他站起来没有投弃权票 也没有反对票 然后他走出议会厅 然后这个法律通过了 我之前也有写一篇文章 我说许福光还是蔡福光 做了一个很错的事情 当时2016年的时候 他这样子不投票走出来 还是一个很懦夫的行为 这个法案通过了 但是这个法案通过 就代表他可以生效 我们要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最高法律 是宪法 这个宪法里面是赋予了 皇室的权利 首相的权利 部长的权利 反对党的权利 人民的权利 我们个人的自由 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的被选举权 我们的受教育权 这些全部都是在宪法里面的 而这个宪法是最高法律 它里面有一个条文是说 任何一条法律 跟我们宪法的条文起冲出的话 这个法律就无效 所以宪法 宪法在这个课题之上 就是单方面改教的课题之上 其实是有一点问题存在的 因为英文版本是parent 没有s的 所以parents 如果你用狭义的来讲 它可以是单方面的 但是马来文的版本 它可以是父母两人 或父母一人都说得通 但是在马来文的版本 它是写清楚 宪法是用atow ibu,atow,bubber 所以如果你照马来文的方式来诠释 只要其中一个人信教 其中一个人准许他的孩子 信教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会有很多的乱局 因为爸爸妈妈肯定 会有分歧的情况 所以他们分歧 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未来 这明显是不对的 你要改变的是孩子现在的未来 所以应该双方同意都在对 所以这个课题吵了很久 很庆幸的 在2018年的时候 联邦法院就做出裁决 Indira Gandhi的case 非常非常著名 也很可怜 这位母亲到现在都找不到她的孩子 也是一样 老公把孩子转去回教 然后就不见掉了孩子 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她的孩子 然后她老公也不见了 带着孩子消失了 有说回印度了 有说被保护起来 但是2018年他这个案件 联邦法院就已经清楚裁决 把刚才我说的迷糊的地方 不确定的地方讲清楚了 她说在这个条文里面 必须要双方同意 所以你2016年制定的这个法律 在法庭诠释了宪法的条文 说你要为18岁以下的孩子改教 父母两人都要同意 宪法是这样子讲的 法庭已经释宪了 已经解释宪法了 这样子来看 自然的你州的法律就无效了 这是百分百肯定的事情 而联邦法院是我国最高的法院 而且这个判决 在2021年1月尾的时候 又再次被联邦法院重申了多一次 说这是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就是父母两方都要同意 所以现在的法律是很明显的 你宗教局单方面 根据父亲的意志 来为18岁以下的孩童改教 这就是错误的 这百分之百是错误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现在阿斯里说 其实是自打嘴巴的 其实是自打嘴巴的 你为他的改教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当然就没有改教 如果没有改教 那自然就没有帮他改回教的问题 存在 因为他还是信都教的孩子 就是这样子简单而已 他18岁了 他可以自己决定要信奉什么宗教 但18岁以前 父母双方要同意 如果父母双方不同意 一个要A宗教 一个要B宗教 那就维持现状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当然更好的方法是 你直接把法律修改过来 修改过来 这个也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方向 但是还没有被gazate 还没有完成 所以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最后我相信这个课题一定是 孩子会交到回罗秀峰的手上 因为宗教局的错误实在是太明显 但是我们也要给罗秀峰credit 不管他背后到底是谁对谁错 但是他作为一个母亲 面对这样强大的宗教当局 跟他们站在对立面 这是一个鸡蛋跟高墙的案子 像我刚才所说 宗教局 福利局 他们有无限的资源 可以来跟你打官司 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可以去跟他们打这些官司吗 所以对他所承受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 这一方面的鼓励 而且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战 当然他是为了自己而战 但是他这一场战役 也是为了全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而战 不可以让这样子的事情变成常态 我在这里并没有说 回教一定不是 一定是不好的 你可以加入回教 我们有独有有铁粉 也是进入回教的 每一个宗教都是平等的 照我们的看法 每一个宗教都是平等的 你可以加入你宗教的自由 但是你要修改孩子的宗教 当父母出现不同意见相左的情况 那就不能改 这个是最基础的 但其实这个法律 在马来西亚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 这个法律只针对非穆斯林 为什么 因为穆斯林是不能改教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霸权 如果穆斯林现在也是可以改教的 我说如果 那这个法律就是实施在所有人 正因为穆斯林是不能够改教的 也不能够给其他宗教来宣教的 所以这个法律变成只针对非穆斯林 所以看起来 一开始它就有不公平的地方 但我要说 它表面上 因为这个有宗教霸权的存在 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 但这个法律本身 是没有错的 它是应该在全部宗教都一样的 不管任何宗教的事情 你回教要转其他宗教 也要父母双方同意 当然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在其他国家 其实应该要奉行的 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不可以独自的就去做这样子 重大修改孩子现状的决定 status core现状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刚才有提到马来西亚 我们大家揭开天窗说亮话 马来西亚确实有这个宗教霸权存在 回教可以说你的宗教是不对的 像之前大水灾 有马来青年去帮信都教堂 帮道教的教堂 大不公庙 九皇大帝庙去洗地 这个事情也引起线蓝大波 当时的宗教师就说 不对 这样子等于去洗魔鬼的神庙 因为从我们的宗教角度看 你的宗教是错的 你看宗教师可以批评其他宗教说 相当于你是去洗魔鬼的宗教 魔鬼的场所 等于你在洗魔鬼的神像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 你拜神像就是错误 就是魔鬼的行为 但是你非穆斯林的宗教 你非穆宗教 你可以这样子去批评 回教吗 不能 马上就会被抓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问题所在 当然我们要 这个课题之前也讲过了 包括Ebi Liu 他最近也被控告 我之前有一个讲题是讲Ebi Liu 其实Ebi Liu最大的问题 他行善什么没有问题 行善一定会有争议的 尤其你做到这么高调 然后你本身也蛮富有的 你有其他的正业 所以你的正业跟你的行善 有没有起冲突的地方 或多或少一定会有 但是你没有交代到很好 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Ebi Liu之前的问题 他的课题会引发到这么大 是因为他一面在做善事 一面在传教 而问题是在马来西亚 传教本身并没有错 但马来西亚只有单方面的传教 依教可以向非依教传教 非依教不可以向依教传教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这些都是应该要改过来的事情 但你要改变现状 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这是我们每一个 想要马来西亚更好的人 所应当有的目标 所以特别讲一下 好 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这两个讲题都蛮